再一次,Eileen 相比室外的学上训练 室内的环境相对可控 更适合有针对性的摸索 和掌握新动作的要领 所以跟Eileen的节目 你必须要选择 要选择的时间 每分钟稳定 每分钟稳定 然后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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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边 所以说 你必须要展开日本 对吗 所以说 在日本 你必须要拒线 你会拒线 所以你会拒线 然后拒线 OK 它就会很难 它会很难 如果她的脚 是完全拒线 她会拒线太远 她会拒线太远 太远了 最好是拒线 所以你不要拒线 然后改变你的身体 然后再拒线 然后再拒线 有的时候 我做我以前做的运动 身上会有很多压力 或者很多我想做的事情 我想训练 学一个新动作 我想当世界第一个 做这个动作的人 好 好 狼。 那是完美的 1080空中技巧和新发明的抓板动作 很快就掌握了 等于就是刚做了一个 从来没有做过的一个动作 不管是男子女子的 但是自由式滑雪就有这个特点 就是可以发明自己的动作 可以发表自己的范儿 我觉得我从11岁到15岁吧 下午2点钟了那一天 我一下就疯了 跳来跳去的反正没法接着滑了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长大了 好像没有了 但是现在马上就2点了 还有21分钟我们看看 会不会开始 跳250 web 哇 那只有了 我解释了 我闻了这ion听话 我试语说我不想让我弃到 这些照片 好的 好 Alright Good So, that's good because you were moving into that second one right there Yeah Would've been ideal for snow , but Now you have a feeling of moving into that second one But from there, it's pretty much going to be like 搞pe You alright? 好痛 噢 要翻翻 為什麼有這麼困難的 我沒有想到 我沒有想到 這世界很酷 這世界很酷 這世界很酷